沒錯,我們公司的越南移工 又逃跑了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統計 截至2023年5月18日 目前在淘移工或者稱為 失聯的移工總人數為 83,277位 8萬多位 8萬多位 這個佔比有多高呢? 目前全台灣的外籍移工總人數 也就73萬多人 那就有8萬多人目前是失聯的 在落跑的 這個落跑比例佔比高達11.3% 換句話說 每10個外籍移工 就會有一位他會落跑 這個年年提升的移工逃跑問題 這些失聯人口 到處的打黑工 做非法交易 還存在著各種黃賭賭的行為 甚至他們都已經出現 結構非常完整的組織 安排他們用合法管道來台灣 再轉而從事非法產業 請問我們的主管機關有什麼作為? 從疫情開始之後我陸陸續續申請了 4位越南的移工 結果到今天呢 已經逃跑了兩位 這兩位逃跑的理由不太一樣 第一位我們簡稱為A工 他是來台灣工作一段時間之後 開始瘋狂的請假 或者直接的礦職 然後整天都在抱怨說沒有得加班 擺明就是一種 我不想幹的那種態度 想要透過這種擺爛的心態 逼你把它轉出去 轉出的意思呢就是轉讓的意思 因為他們當初來台灣嘛 必須和雇主簽約 所以必須雇主同意他們才能被轉出去外面的地方工作 那這個A工可能他當初來就是有高人指點 因為他的姊姊呢是嫁來台灣的 所以他曾經就有講過他想要去姊姊那邊工作 可是他姊姊那間公司呢 用沒有合法的資格來去申請這個外籍的移工 所以A工呢先透過合法的仲介 然後跟我們簽約來到台灣 再用這種轉讓的方式去達到他的目的 最後我們也只能妥協 因為台灣的法律真的是 一級棒的 一定是大幕子啦 如果你是台灣人你是台灣的勞工 你各種亂礦職資方是有權利解雇你的 但今天如果你是外籍的勞工 你各種礦職資方不能解雇你 還只能轉讓出去 你可能會說轉讓就再申請一個就好啦 那你知道他們當初來台灣的時候 因為疫情嘛 要隔離要篩檢要很多的檢疫措施 還要給他們住隔離的飯店 反正就有一堆的事情要處理 還有一堆的錢要花 都是誰花的 都是雇主發的 每一個人我就要多承擔3到4萬塊的成本 然後他們用這種手段 或是用這種惡劣的計劃來欺騙我 這種感覺真的非常差耶 如果是你你應該會覺得很不爽 第二位我們簡稱他叫B公 在我們全公司啊 去韓國員工旅遊回來之後的沒幾天 B公開始假借身體不舒服請假 而當天晚上他的室友 也是我們的外籍醫工 發現他所有東西都清空 而且他還傳訊息給他的室友 告訴他說我要去撈偏門的 等之後撈夠了錢 在服務上警察抓 這樣就可以搭免費的飛機回到越南 台灣訊息呢就直接把這個同事封鎖 你沒有聽錯耶 就是這麼離譜的計劃 身為僱主的我 只能自己想辦法補足這個人力缺口 我相信看到這邊啊 肯定又有人會拋出質疑 請本國勞工不好嗎 啊你一定薪水太低啦 難怪人家要跑 啊你自己用連接的勞工的啊 你自己就要做好覺悟 一定有很多這種X話 首先你要知道 移工沒有比較便宜 跟台灣人的薪水是沒有差別的 只要他願意做 我也可以給的比台灣人高 今天發生這種事情 我真的也很難過 因為我們公司的福利制度 是沒有在分國籍 全部都是優於台灣的勞基法的規定來辦理 什麼三節獎金 年終 團保 各種津貼 員工旅遊 所有的一切都是一視同仁 就像這次我們去韓國員工旅遊 然後我們有三個越南籍的夥伴 被旅行社要求說 每一個人要多收7500塊錢 聽起來很奇怪吧 我當時也覺得很不能接受 可是為了讓他們三個 可以和我們一起去員工旅遊 這個錢我也是照單全收啊 我知道他們來台灣 就是想要多賺一點錢 想要加班 就算沒有加班的機會 我還去創造加班機會 讓他們可以加班賺錢 希望他們可以多寄一點錢回家 畢竟他們離鄉背井來到台灣 真的都不容易 我做了一堆就是希望可以讓他們感受到 在我們公司沒有分什麼 台灣人、越南人 大家都一樣 我們公司也嚴格禁止 任何什麼歧視的言論或是歧視的行為 只要我知道我一定把你幹給你 我也不求什麼回報啊 我也是希望他們就是正常上班就好了 你可能會說 為什麼不請台灣人就好了 那你知道嗎 工廠的工作 台灣人 未必能做下去啊 我們工廠就是操作一些半自動化的設備 還不是那種超級勞累 超級辛苦的哦 可能他就是比較無聊的工作內容 但現在剛出社會的年輕人 你們也知道嗎 他比較尊貴 有時候不是薪水的問題耶 是Kimoji的問題耶 太無聊會被嫌棄耶 下一年輕人啊 寧願去跑外送 幻想自己可以當網紅 幻想自己靠直播可以賺到錢 或是躲在螢幕背後當專民 根本就不願意從基層做起嘛 啊這個時候一定有人要泡我啦 啊你薪水是給多少 我歡迎各位 去1111或去104 找我們公司 去看我們開出來的薪水 我不敢說什麼超屌超高啦 但我相信絕對有水準以上 如果你看一看 你覺得 欸不錯可以來上班 我也是很歡迎喔 裡面一定有適合你的工作 歡迎你的加入 好啦講回來啦 其實到底開不開放移工來台灣 網路上他其實有很多爭論 有人站在必須解決缺工的問題 有人站在台灣勞工自己權益的問題 但其實申請外籍的移工啊 不是你想申請就申請的 他可能有一個比例 譬如說你要6個台灣勞工 才能申請一位外籍的移工 啊如果這個移工落跑了 這個額度要被卡很久 才能再重新申請 所以大家不要想得太簡單耶 不是你申請就有 而且能夠申請的行業別 它也是有限制的 它是根據1989年政府制定的 引進外籍勞工這樣子的規範 開放兩種類型的移工 包含社福移工跟產業移工 包含了製造業營造業 農林漁木業 機構看護 外籍看護等等 簡單來說啦 就是台灣人自己比較不想幹的行業 所以不要靠北別人跟你搶工作 因為就是你不想幹的人才會去引進 如果說台灣人都願意做 誰想要用外籍移工 搭檔希望用台灣人啊 你知道外籍移工 我們跟他溝通很困難嗎 根本不會中文耶 我們就要透過翻譯老師來跟他溝通 那移工人數到底有多少呢 根據國家範圍會數據 自102年年底的48.9萬 55萬到58萬到62萬 一路成長到108年年底的71.8萬 109年跟110年 因為新冠疫情所以減少了 111年解封後又再回升 目前112年總移工人數為73.4萬 其中產業移工就高達了 50.6萬人 阿目前的在台移工啊 如果你用國籍來區分啊 越南的有25萬6千人 印尼的有25萬5千人 菲律賓的有15萬4千人 泰國的有6萬7千人 你不要小看這些人數啊 他們都可以製成一個城市 雲林縣這麼大也才只有66萬人 宜蘭縣才45萬人 嘉義市只有26萬人 光越南人口就跟我們的嘉義市的人口是打平的耶 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耶 如果把全部的移工加總啊 是734,443人 這種比例的概念 就在台灣 你在路上看到30個人就有一位 會是移工 而且因為台灣持續不斷的少此化 我認為這種移工的需求 和人數只會越來越多 所以政府你應該要正視 移工在台灣工作相關的問題 更應該思考要如何面對這 8萬3千多個 落跑正在從事非法工作的移工 也要來檢視 現在面對移工的相關法律 是不是夠嚴謹嘛 怎麼可能 面對台灣的勞工 比面對外籍的移工 還要嚴苛 你不好好地管理這些外籍移工 他們就會被灌輸的那種 反正我被抓到 我犯了什麼法 我就是被遣返而已 沒在怕的嘛 都敢去賣毒品 黃毒毒都敢碰了 如果你不積極來整頓 那這個非法產業鏈就會越來越大 現在已經有8萬多人 8萬多人在這個非法產業鏈裡面了 而且這個人口激素是會 一直在成長下去 可以預見就是未來 會有更多的社會問題 好啦 講到這邊 我知道我一個人的力量 沒辦法改變什麼 那我拍影片就是希望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在台灣一直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關注這件事情 才能去改變這個逃跑的移工 沒有人去面對 去正視他這樣子的問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追蹤分享 Sendrive 全部都做起來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來吧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感谢观看